嗨,大家好,欢迎回来Jacky的频道 今天的视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优衣库这一次年终大促 我购入的单品 以及我非常想分享给大家的优衣库使用单品 那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单品里面 除了给我自己买的,也有给我老公买的 如果说你在新年还没有给全家添置衣服的话 一定要看今天的视频哦 那在视频开始之前呢 记得踊跃地帮我评论点赞和转发 如果可以的话,请关注我的频道 有一点呢,我觉得要注意的就是 如果你和我一样在加拿大 然后是在网上购买优衣库的话 他们退换货呢,是需要收9.9到的邮费的 他们没有免费的退换货服务 而且呢,他们是不做price match的 所以大家下单的时候一定要谨慎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推荐吧 我觉得一到了冬天 如果说大家想买优衣库的话 肯定第一个会想到的就是他们的Heat Tech系列 Heat Tech这个系列,他们官方说是每一秒钟都可以卖出一件 那它就是一个特殊的面料 可以让你在穿着的时候呢,感觉特别的温暖 那我今天要和大家介绍的单品当中呢 有四样是来自Heat Tech这个系列的 首先第一件呢,我已经穿在身上了 就是我这一件内搭打底 我脱下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买的是一个白色的内搭 然后我买了一个挖领 八分袖,八分袖呢就是如果说你在外面套一个毛衣的话 你这个袖子是不会露出来的 挖领的设计呢 一个呢就是我平时在搭衣服的时候呢 如果说你是搭圆领的话 它不会露出一个很小的边 有的时候会比较尴尬 还有呢就是如果你和我一样就是脸庞比较大的话 穿挖领的衣服呢可以显得脸比较小 这件衣服我特别喜欢的呢 它是带罩杯的 带罩杯呢就是说你不需要在里面再穿内衣 你比较要注意的话 这件衣服就只能做内搭 它是不可以单穿的 因为你从镜头上也可以看到 你是可以看到这个cup的形状呢 就是说如果你和别人离得很近的话 这个cup是可以看到的 所以它一定是来做内搭的 是不可以单穿的哦 那作为内搭呢 它这件衣服的轻肤程度呢 我觉得是赞的 就是它很柔软的 而且呢很轻薄 就是穿在身上就没有那种负担感 包括它那个cup也不会勒得你很紧 基本上到了冬天呢 我就是经常会穿这样子 带cup的衣服呢 就不需要穿内衣 非常的方便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它是有四个颜色 那我买了这个白色 因为它白色呢就是特别的百搭 就好像现在我穿一个衬衫 或者我穿其他颜色的 好像西装啊 或者说是开衫 都会非常的搭 所以就是不太会出错 这件衣服我非常的推荐 那今天和大家推荐的所有单品呢 我会把它的货号整理出来 放在置顶评论或者是信息栏里面 大家可以去查看哦 第二件我要和大家推荐的 HITTEK单品呢 就是一件深灰色的T恤 它是一个长袖的T恤 我买的size呢是medium 就是这个size呢 我老公也可以穿 我也可以拿来穿 这个深灰色呢 也是非常百搭的颜色 然后它的厚度呢 要相较我穿在里面的这件打底 相当要更厚一点 那它是完全可以单穿的 你不会穿出去觉得尴尬的 这件呢也是有很多颜色的选择 但这些颜色呢 大部分都不会出错什么黑白灰啊 深灰浅灰啊 它呢就是一道打折的时候 很快很快就会断嘛 大家也可以经常多刷一下 因为优衣库它会一直restock restock 像这样子的单品哦 即使没有在打折的时候 入手它的价格也是不太高的 这一件呢也是推荐 就是男生女生都可以穿 第三件HITTECH的单品呢 是一个打底裤 是这种黑色的打底裤 是我给我老公买的 你们从前面这边就可以看出来 它是一个男式的打底裤 就是我们所谓的秋裤 这个秋裤呢 它的面量是非常的薄的 然后清肤度非常的好 那一共是有三种颜色 这三种颜色呢 我也就都入了 然后买回来你就知道 其实它这个裤子只要有码 不管什么颜色 你都可以避眼入 因为它穿在里面 你也看不出来它是什么颜色 那我也问过老公 因为这是他在穿的嘛 他说相较于他穿的其他的秋裤呢 这个呢就是更薄 更薄暖 而且更舒适一点 那它薄呢有一个什么好处 其实男士的裤子呢 他们的裤腿相对来说 就会比你试的要宽 那这种薄的呢 基本上所有我老公的裤子 他都可以套在外面 没有任何的负担 那大家可以根据你老公的裤长啊 腰围啊 去选择不一样的尺寸 基本上买了也不会出错 最后一个要和大家分享 HITEC的单品呢 是一条外裤 这是一条黑色的保暖裤 这条保暖裤呢 就是你从外面看呢 它就是一个正常的裤子 然后里面呢 它是有一个充容的 你看它里面是充容的 那它的厚度呢 其实不像我们 在平时穿的那种滑雪裤 那么的厚 所以呢 它可以试用的场景呢 会相对来说更多一点 那像平时我们穿那种滑雪裤 就是你在室外穿就会刚刚好 但是你一到了室内 就会非常非常的热 那比如说平时你去个超市 你在外面穿了一个滑雪裤 然后进到里面的话 那个滑雪裤真的太热 你真的没办法穿住 你又不可能把裤子脱掉 所以像这种呢 它相对来说 没有那么厚的这种保暖裤呢 会更实用一点 然后它这个腰围这边呢 是有一个抽绳的设计的 如果说你觉得腰围大 你可以把这个绳子拉累累紧 它也不会掉下来 整个来说呢 它真的是很实穿 就算你冬天胖一点 瘦一点 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这个裤子呢 我买了非常的满意 那第二个要和大家分享的系列呢 就是优衣库在2021年的冬天和佳节做的一个联名款 就是和Jair Sanda做的一个联名款 这个联名款呢 我今天视频里面呢 会和大家推荐两件 就是我真的觉得是强烈推荐的 其他的呢 我有买完之后就不是特别喜欢的 我也有退掉的 那今天要推荐的这两件呢 就真的是我觉得还不错的 第一件呢 是一个均绿色的衬衫 这件衬衫呢 是男款 我买这个衬衫呢 我觉得它是一个可以dress up 也可以dress down 大家这么看 是不是觉得它就是一个正常款的衬衫 它后边的这块衬衫呢 是有一个拉绳的设计的 你是可以把它拉紧的 拉紧了之后呢 它就会显得更休闲一点 就可以dress down 如果平时你老公办公的环境呢 是比较轻松的话 不需要穿正装的话 这一件也会很适合 那如果说它的办公环境是比较要正式的 那你也可以在外面套西装 所以总的来说 我觉得这一件呢 还是就是它的可以试穿的场景是比较多的 真的还蛮喜欢的 就算它平时单穿它 然后穿一个深色的牛仔裤 也会非常的好看 非常的休闲 然后略带一点设计感 那第二件要和大家推荐的这个佳洁系列呢 是我买给自己的一个羽绒服 这一件羽绒服呢 我真的觉得买得非常的好 我穿上深给大家看一下 非常喜欢它这个设计 它这一次的羽绒服 其实男生和女生都出了好几款 那我买的这款 我觉得就是和其他的羽绒服设计 感觉不太一样 会比较特别一点 我把镜头拉远一点 你们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有一点A-line那种设计的 它是从这边往下慢慢的做了一个扩形 它的长度呢 是在我的大腿的中间这个位置 然后呢 就是它的这个袖子的 它这个袖子呢 不会显得你特别的臃肿 活动起来又很方便 里面呢 它是做着一个树口 就是一个黑色的树口 然后外面是一个袖子 那整个的做工我觉得是很细致的 最喜欢的呢 是它的一个帽子 它这个帽子呢 是戴上去呢 其实是很有型的 它不是那种普通的羽绒服 这种帽子卷一卷 塞在领子里面那种 它这个帽子呢 你看它是有一定设计感的 这边呢 有一点像那种小抖喷 就像我儿子看那个小红帽 有点像 这个呢 就是小黑帽 然后这个帽子呢 是可以拆掉的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帽子 带着有一点too much的话 你可以把帽子拆掉 那它就是一个 这种很利的 很挺领的一个羽绒服 这边呢 是有两个口袋 这两个口袋设计呢 我也挺喜欢的 因为如果说你把这个口袋嘛 设计的特别低 你放了手机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开车一坐下来 那个手机就会割到你的大腿 那这个就完全不会 你就是坐下来完全割不到 你放手机啊 放钱包啊 放钥匙啊 在里面都可以 它这个口袋还挺大的 然后这边呢 有一个扣子 可以把这个口袋扣住 在腰部这边 它有一个抽绳的设计 就是你在特别冷的时候 因为这一件羽绒服呢 它是oversize的 你在特别冷的时候 我跟你们说 这种抽绳的设计 其实是非常实用的 你把它腰部这边抽住嘛 它的风呢 就不会从里面灌进来 这一件羽绒服 我觉得适合的温度 基本上是在 零下五度左右 那再冷一点呢 可能你穿这个 就会觉得太冷 所以我这一件买来了 已经一个多月了 都还没有穿 我住在的加拿大 温尼博嘛 在一月份的时候 经常都是零下二三十度的 所以这件羽绒服呢 现在穿还有一点太冷 这件羽绒服 真的是打折 打得非常的猛 我记得它刚出来的时候 是300刀 300加币 然后呢 我买的时候呢 它已经打折了 打了50 就变成了250 我想拍这个视频之前呢 我去做功课嘛 这件衣服已经打到了150 150刀 我觉得买一个 这样子做工的羽绒服 绝对是超值的 像这种联名款就是你等啊等啊等 等到最后肯定会越来越便宜 因为它们不可能到第二年再继续卖 这个时候拿的话 价格肯定是最好的 即使当时我是在250刀买下来 我也觉得这个价格是很好的 那现在150刀 真的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入 第三个呢 我要和大家推荐的呢 就是优衣库的 其实它是for夏天的一个系列 是Aerism 但是呢 如果你和我一样 是有去健身房运动的习惯 其实一年四季呢 这个系列你都可以穿 首先呢 和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它的一个bra 这不是一个运动bra 它就是一个带这个罩杯 但是不会一杯的一个bra 它呢 说是自己一体成型的 你看 就是它这个bra的cup呢 是就是坐在里面 它是不会移位的 就是就算你拿去洗啊 或者你平时穿在身上啊 不需要你去瞧的 它就是在那里的 然后你看它这个下面呢 是略微有收紧一点 但不会让你觉得啊 好像哭在我的这个胸围那边 不会 就是穿上基本上是五感的 非常舒适的 我非常喜欢这一件 然后我买的这个呢 是肤色的 因为肤色的话 其实更实用一点 你穿浅色的衣服啊 或者说你穿深色的衣服 其实肤色穿在里面 都是透不出来的 那这个呢 是需要选尺码的 你可以根据你的下胸围啊 和你的上胸围的一个维度呢 去看一下它的那个尺码表 我买的是一个medium的 我穿上了就觉得刚刚好 非常的喜欢 非常的舒适 推荐给大家 第二件的Aerism呢 就是这一件 也是带这种罩杯的一个top 我觉得这种带bra的背心 和这种带bra的内搭 真的是非常的实用 就是真的你不需要穿内衣 舒适度就整体的提高 它呢 我穿的比较多的呢 就是我去健身房会穿 如果说你去健身房 不是做那种非常剧烈的运动啊 或者一直跳怎么样 不需要你很好的支撑给胸部的话 你就可以穿这一件 我去健身房穿了这件 然后还推荐给我的闺蜜 她也去买了 就是很实穿 你也可以像我今天一样 把它搭在这种衬衫的里面 它露出来呢 完全也不会尴尬 你要单穿 它也不会尴尬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实用的 而且这个面料呢 就是它是属于吸汗和素肝的 是很适合大家运动的时候穿的 非常推荐 最后呢来推荐的就是优衣库的一些普通款 非常实穿百搭的单品 第一个呢 就是它的一个长袖的T恤 其实它这个版型啊 和厚度啊 和我刚才推荐的那个HeatTech 是我觉得是差不多接近的 那为什么还要买这个呢 因为HeatTech呢 就是你在冬天的时候穿会热嘛 但如果说你到了春天啊 或者秋天啊 或者是初夏这种时候 你HeatTech你就完全套不上去了 因为会太热 那像这种全棉的长袖的T恤 就非常非常的实用 它实用到 就真的很实用 颜色的选择呢 也有非常多种 我这里手里的这件呢 是一个均绿色的 但是其实我也买过很多不一样的颜色 而且它是不分男女的 像这种不分男女的 优衣裤的这种T恤嘛 就是我会有过买我老公的尺寸 那我自己呢 就把它当做oversize穿 就很实用 就买一件衣服两个人都可以穿 所以很推荐这个 那推荐完长袖呢 就来推荐一下短袖 就是优衣库U系列的这个短袖 你看我现在手里呢 是有三个颜色 一个深灰色 还有一个呢 有一点橘橘的颜色 还有就是最百搭的白色 这个是一个oversize的U系列的短袖T恤 它的袖子呢是五分袖 到你这个手肘的位置 如果说你想要一点造型感呢 你就可以把它的那个T恤的边卷起来 到了夏天的时候啊 像我老公穿起来 他连脑子都不用动 随便抽一件就可以每天替换 那像这个T恤呢 其实它也是不分男女的 因为它本身就是oversize的版型 所以这个呢 我是和他分开买的 我买我的size 他买他的size 就是有的时候呢 他是没有货的 我不知道是优衣库的问题 还是他今年就是整个全球的供货的问题 但是呢 他可能过了两三个月又会补货 所以大家如果说喜欢的话 可以在网上一直蹲一下 OK 这就是最后要和大家推荐的 最最实穿的优衣库的短袖和长袖系列 那今天的视频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以上都是我个人 就是非常严选的 想要推荐给大家的单品 很多都是那种百搭实穿的类型 那如果说你有什么 觉得很好的优衣库的单品 想要推荐给我的话 记得给我留言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